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娜 你在干什么呢 你这写的是日记吗 我阿爸说这样能让我的中文学得更快一些 那你平常都写些什么呀 什么都写 高兴的 新鲜的 还有不高兴的 能让女孩哭得这么伤心 只有三种情况 爱而不得的伤感 无处诉说的委屈 无能为力地失去 你想和我聊聊 你属于哪一种骂 瑞瑞姐 我可能哪种都不是 我哭 是因为我今天被骂了 被谁骂了 齐大哥 可是我并不是因为他骂了我 我心里感觉委屈才哭的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 他之所以会骂我 一定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特别不高兴的事 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不高兴 也帮不到他 我觉得自己很无奋 首先 不管他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 他不能发泄在你身上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不是这样的 瑞瑞姐 其大哥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虽然看起来很高傲 但是其实他内心特别真诚 就算我有时候不小心说错了话 他也会很大度地不跟我计较 这次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让他的脾气变化这么大 现在特战队受到了重创 他又受了重伤 不只是他 罗大成 上官宇 洪子杰 他们心里应该都不好受 瑞瑞姐 这次洪大哥这么使命地救你 看得出来 你在他心中一定很重 很重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你们两个终于 你们两个终于 我知道了 徐大哥是因为这个 因为什么 因为你 能不能当有什么终于 太多怒特了 哪儿就能打死我 我我刚才的男性 你不想出什么 你爹地老板 你不愿意 我是说过这话 但要是他这两天 一直没有苏醒的话 恐怕 不 他必须请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别在这儿熬着了 回去歇会吧 我看着他 晚上有空吧 有啊 一起吃个饭 就我们俩吗 晚上七点 是不小灶食堂 我炒两个菜 好 好久都没有吃过 你做过的菜了 晚上见 晚上见 齐连长 今天怎么没打吧呀 还想着和你偷学几招呢 我是师直属特战队队员 早就不是什么齐连长了 齐大哥 听说你们特战队 被鬼子坑得挺惨的 已经元气大伤失去战斗力了 不如你牵个头 再成立个特战队 我加入你们 我枪法也不赖呢 是吗 枪法不赖 当然了 咱们御二师不光是你们特战队 那种大鬼子 我们也都是神经百战的 就是 好啊 比比 齐连长 都知道您是咱御二师的枪王 而且 你用的是狙击枪 跟你比 多吃亏啊 我用左手 齐连长 输赢怎么说 二十公里约一跑 好 齐连长 我跟你比 抬吧 齐大哥 你别着急 慢慢来 啊 六环 十强还打了六环 行不行 是枪吗 你们没看见齐大哥是用左手打的吗 左手的吗 都是一瞎子上来蒙一枪 也不可能才打六环 对啊 快不得保护不得了 对啊 哎 齐连长 齐连长 我还用接着打吗 不用了 你赢了 齐连长 别忘了 还有二十公里 对对对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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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着我 跟着我丢人回去吧 我不 我不怕丢人 我知道你是故意输的 你是看蕊蕊姐跟洪大哥好了 你才不高兴的 你这是在故意折磨自己 齐大哥 齐大哥 齐大哥你等等我 你参专队啊 不在设计队的包包 好 好 来了这儿之后 我好久都没有穿过自己的衣服了 今天一穿 我也觉得有点陌生 看到你这样 让我想起了我爸爸 我有那么老吗 开个玩笑 我妈妈 因为小的时候 我爸爸经常出门办事 一出去 就吃就很长时间 但是他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会给我和我妈妈 做一桌子菜 我妈妈 就在旁边打下手 就像我和你现在一样 来 他是个好父亲 我曾经梦想过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如果战争结束之后 我和你 找一个小城市 买一个幽静的房子 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你在他藤椅上喝着茶 读着和平的新闻 我坐在旁边 给你吃一件过冬的毛衣 陈利哥 干辣椒的给我拿过来 我不是很能吃辣 我不是很能吃辣 少放一些 你不喜欢我说的那种生活吗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人都有志 你不喜欢我 上次看到你写的词诚 我挺生气的 之后我又有点犹豫了 我想 如果你脱掉军装的话 那我也可以 名正言顺地脱掉军装 和你一起离开部队 那个时候 也许我的梦想 很快就会实现了 看看 看看 你没死掉刺诚了 看看 我重新写了一份 你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两天我就交给顾市场 我就是说嘛 你肯定是舍不得离开这儿的 你那天说得对 自责和逃避是换回来和平的 是 我是希望赶紧结束这场战争 可是如果不打败鬼子 就对不起躺在冰城上的 上官和老郭 更对不起 在战争中死去的兄弟们 是 所以 你是听从了我的意见 做出的选择是吗 这个国家的人民 需要和平和幸福 我 每个男人都应该这么做 我给你煮了点恢复体力的草药 你趁热喝吧 谢了 我不累 我知道 你是故意输的 输了就是输了 有什么顾不顾意的 我知道 你就是因为不高兴了 所以你故意赌气 用左手打枪 你的枪方我见识过 如果用右手的话 一定不会输 林底下打了什么事 是一定会赢的 分散队前几天就是输了 而且输呆挺惨 谁会接受失败 这不是一件坏事 不对 你就是因为不高兴了 你是因为知道 蕊蕊姐跟洪大哥好了 他们两个今天晚上要约会 所以你才不高兴的 胡锐和洪子杰是否和好 跟我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又是否在约会 跟我就更没关系了 而且我也没有不高兴 是不是蕊蕊姐要是重新选择 能够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就不会不高兴了 小达 我现在正中告诉你 我的事不用你管 好了 我要休息了 好了 我休息了 不管就不管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就是不能当饭吃的 典型的食用主义 典型的食用主义 和以前一样 这酒是艾拉送的 尝尝 这酒应该挺贵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别人送的 还有啊 喝女孩吃饭的时候讨价还价 是会破坏气氛的 我只想知道这口酒 会喝掉穷人家多少天的口量 对不起 你说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饭 是在什么时候吗 当然记得 民国二十五年 中秋节的前一天 吃了什么 水煎包 其实 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吃汤宴菜 都会挺开心的 对吧 你有没有问过刘贵琴 是不是怎么想的 刘贵琴 她是谁啊 我以前没有听你说过 她有两个儿子 一个饿死了 一个被地主打死了 这个叫刘贵琴的女人 经历很悲惨 很不幸 真正的不幸是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战争还没有开始 我们 真的要继续讨论下去吗 这是一场主观晚餐 怎么就变成编诺会了呢 来 敬你一杯酒 敬什么 敬我们曾经 那些难忘的岁月夜 敬我们战地重逢 这个主题好 那 是不是还应该说点别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不合适 你说什么 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如果继续骄傲 会让婢子越来越痛苦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爱吃西餐 爱吃牛排 你出门的时候会有保镖陪着你 他会照顾你的衣食住行 他会给你带漂亮的衣服 就连今天吃一顿简简单单的晚餐 你都要换上漂亮的衣服才能来 而我 最爱的是我这身军装 它满足了我所有的追求 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可是我们在不同的阶层 所有的衣食住行 所有的出发点 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 只有物质才可以决定爱情的基础 不 我是说你出身富贵 而我 习惯了平安 你说得不对 我们的宋夫人也出身高贵 可是她照样选择了出身卑微的蒋总裁 我们不能为结果诠释缘起 起码你高高在上的出身 无法了解到 穷人的内心世界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是一名医生 我的患者大部分出身贫寒 可是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 对 对于你的工作我十分亲蔚 可是这仅仅是你作为医生的一个 基本职责 但是 你无法了解他们的真实内心 无法了解到穷人对于平等的真实渴望 甚至有可能会忽略到他们的存在 你这是一篇改全 你凭什么就武断地认为 我不懂得疾苦大众 我参加革命 穿上军装 来到战场 就是为了消除这种不平等 我希望战争结束以后 人人都可以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刘贵琴是谁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个叫刘贵琴的女人 难道每一个经历悲惨的人 我都应该认识吗 她是医院施不打扫卫生的阿姨 你每天见到她的机会 比我要多 你也不想打扫卫生的 我已经是回答了 我再给她一次 你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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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为什么哭得好像很伤心 你去劝劝他吧 胡瑞蕊的事 你不应该来找我 以后也不要来找我 你不应该来找我 你是为了洪大哥而哭的 对吗 我是为了我自己哭 一定是洪大哥辜负了你 这世上没有谁辜负谁 其实结局我早就想到了 只是自己不甘心的 总想再努力去争取一下 其实我在边上看得明白 是洪大哥不懂得珍惜你 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把你惹得这么伤心 到底是怎么想的 没事 我哭过了 想通了 就放下了 但是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不要因为太阳的落山而悲伤 因为那样你会错过皎洁的月光 和满天的繁星 我现在哪有什么心情 欣赏月光 更看不到繁星了 有啊 只是因为你被洪大哥的光芒遮住了眼睛 没有留心注意到 你想说的人是谁 齐连城 难道这样好的男人 不值得去爱吗 值得 你的意思是 你也喜欢齐大哥了 你不是希望我喜欢齐连城吗 是 那我告诉你 我喜欢齐连城 你高兴吗 其实 那天我在劝你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什么秘密 我发现 你爱上齐连城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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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我 我 我没有 仁瑞姐 西娜 你不要再欺骗你自己了 当一个女人 想到一个男人的时候 想到的都是她的好 她做什么 怎么做 都牵动着你的心 这不是爱 是什么 可是我喜欢的是洪大哥呀 你对洪子杰的感情啊 连喜欢都算不上 冲启亮 是一个小女孩 对一个战斗英雄的崇拜 我心里的感觉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 这是爱情 爱的味道 少官 恢复得不错啊 只要积极配合治疗 估计 还有一个月吧 差不多一个月 就能彻底康复了 还有一个月 这床都快涨我屁股上了 少抱怨啊 一个月很快了 我告诉你 你还真得感谢冯卫 对你的精心护理 要不然这个严重烧伤的后遗症 挺复杂的 我只是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要感谢啊 还得感谢胡医生医术好 我跟胡医生不是外人 你怎么跟谁都不是外人啊 我们那小甭威 已经彻底被你迷住了 现在开始跟我们的 胡医生套近乎了 你可别胡说啊 那胡医生跟我老大什么关系啊 我跟我老大什么关系 你说我跟胡医生能是外人吗 这要我这伤 别耽误我喝喜酒就行 长官 好好养你的伤吧 别说这些没用的 我跟你们洪子杰洪队长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了 和我老大闹别扭了 胡医生 我老大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向他给你赔礼道歉的吗 长官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你这么爱多管闲事呢 不是 胡医生 胡医生 等等 我这哪是多管闲事啊 这我老大心里有你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兜里藏着你的照片呢 好多年了 你行啦 有完没完呀 有照片怎么了 能证明什么 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 你瞎藏什么心呢 我今天正式告诉你们啊 我和洪子杰曾经是同学 现在一起共事 我们之间没有热破其他关系 我 胡医生 我这 怎么了他今儿是 胡医生 胡医生心情不好 你就别瞎说话 我这一片好心 怎么还撞枪口上了 你呀 就好好休息吧 老罗现在的毕房护理 是怎么安排的 入院以来一直都是二级护理 毕民这么长时间没有苏醒的话 应该把婚礼等级提升到特级 好的 我马上安排 嗯 队长 快走啊 小琴 你们快走啊 小琴 你们快走啊 小琴 你们快走啊 小琴 等我啊 老大 老大 你到底跟胡医生禁胆到什么阶段 我老家隔壁 住着个李奶奶 人家活了九十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人家不爱管闲事 我这哪是管闲事啊 你啊 好好给我养伤啊 特战队还等着你归队呢 归队是一定的 但我怎么觉得胡医生最近队友的态度 跟以前不一样呢 打阵比以前疼了 不是 今天莫名其妙地冲我发了一通无名火 你得从自身找原因 不对 老大 我觉得是你连累我 你拉不出使愿毛坑是吧 明明是你的问题 怎么还能赖到我身上啊 当然了 本来都好好的 我就说了一个你兜里藏着的照片 怎么就通你 上官 你是猪眼猪傻了还是你伤好了 你哪儿来那么多闲心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嘴比裤腰带还松啊 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吗 帮我什么 我要你帮什么 我要你帮什么 我为成年人我不能自己做选择吗 我今天再跟你说明一遍啊 你给我听好了 我跟胡医生 是曾经的同学 现在的同事 除此之外什么关系都没有 听好了 你要再弄得废话 别怪我收拾你 我这一边好心 怎么还落了个两头 不是狠 上官 上官 洪队长 老罗醒了 没事 你就告诉我 我眼睛到底怎么 我怎么看不见了 你告诉我 你要说我不行 你把胡医生给我叫来 胡医生 胡医生 老罗 洪队长 老罗 队长 可怕我们几个担心坏了 队长 我这眼睛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啥也看不见了 我突然就看不见了 我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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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胡医生说啊 你这个是属于 你这个是属于 他说的 你这个是属于 你怎么办公园 Wouldn't you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你想耿 这个月 而且她有信心啊 把你的这个病给治好 像这种例子有挺多的 放心 能治好 好 我可真待不住了 小琪 我刚听他们说 说后来你也负伤了 肩膀上挨了一枪 怎么样 什么事啊 没事 我那儿小伤 早好了 张晓鸥 对了 队长 伤官怎么样 他伤得那么重 伤官啊 正在恢复当中 你放心啊 他不但没事 他反而因祸得福了 现在美着呢 这 阿罗 伤官恋爱了 是吗 恋爱了 行 只要大家没事 那就好 所以你呢 你别瞎惦记了 听胡医生的话 把伤养好了 这是最重要的 对了 对了 队长 你要受惦记啊 我还真有一块心病 正好你们俩都在 我跟你们捣个头 你说 我昏迷这些日子 你们肯定着了不着急 你说我也着急 可就是醒不过来 我就觉得呀 一直在梦 梦里边 老做梦 做了好多梦 梦见咱们特战队 去解救战俘 去炸小鬼子的气场 去寨子里 给他们治病 还有这次 咱们 被神经刑算计 吃了这么大的亏 我身着还梦到了 我们也杀回去 找那个神经废 去报仇 梦到这么多 都没有害怕 也没有伤心 可唯独有一个梦 就一直堵在我的心里 别的我呀 别别着 什么梦 你说 我梦见咱们特战队 解散了 老龙 有句老话你没听说过吗 梦是反的 我说我 特战队没有解散 这我和小七不都是好好的吗 就等你和上官 赶紧康复 特战队 不但没有解散 还要等着你们好起来 我们并肩作战 执行更多的任务 听见了吗 好 队长 有你这句话 我这心里 还受难多了 你们两个都散 你们听好了 不管我教员怎么样 你们两个 传言尚官 可不能让咱们特战队的打击给倒下 可不能让咱们特战队的打击给倒下 你也给我听好了 特战队 永远不会散 好 好 小七 你呢 你呢 我说我说我 我说我说我 我说我说我说你 老罗 特战队怎么会散呢 你早点康复 早上归队 好 好 两病 早上归队 老罗 你这刚醒过来 行事功能太激动了 你们得好好地静养 我和小七就不打扰你了 一有功我们俩就来看你 行吗 好 好 老罗 想吃什么 跟我说一声 我让伙方他跟你做 好 好嘞 你们打也去忙吧 去忙 多去看敢想办啊 chủ事 你怎么这么等 有一点 什么事啊 你怎么做优惠 也有事啊 不说我 把我的家庭也会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根 坚实点的木棍 木棍 你要做什么用啊 我要做盲障 卢大哥 你要去哪儿你就喊我 我扶着你去 谢谢你 小鲜 但是我不能总是让你扶着我 必须得学会怎么用盲障走路 对了 你告诉我 我这屋里都有什么 好 这个是桌子 小心 你前面是椅子 小心 眼光里 你 始终闪烁你的身影 是你 把我灵魂唤醒 在一起 患难与共感胆相应 用生命绝对你